对着辉熊拿出最好的状态是他对老东家最大的敬意 在辉熊赢下勇士挺进附加赛后 康里很兴奋 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这感觉很奇妙 我从未想过我会以对手的身份走进辉熊的主场 那里是我的家 我们这才想起这组对决的彩蛋 曾经的辉熊老队长如今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对手 2007年 康里在首轮第四顺位被辉熊摘走 从此孟非斯这座城市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 在辉熊 康里是最勤恳的士兵 他任劳任怨 接受一切战术安排 康里也是最值得信赖的领袖 关键时刻从不手软 稳定球队情绪是他的职责 在辉熊 他树立了球队生涯从无济犯的君子形象 也留下了球队生涯 未曾入选全明星的一大遗憾 12年的辉熊生涯 麦克康里将全部的青春奉献给了辉熊 他见证了辉熊从云南球队进化为铁血之师 他经历了黑白双杀的球队巅峰 12年的辉熊生涯 辉熊留下了他无法抹去的烙印 788次出场队势第一 11733分队势第一 45090次助攻队势第一 1161次抢断队势第一 1086级三分队势第一 对于辉熊来说 康里已经成为了球队的标志 冷面和传奇 2019年球队重建 随着天才新秀莫兰特的到来 位置重叠的麦克康里 被交易到了盐湖城 在爵士 康里经历过一阵低谷 然后很快复苏 他随对经历了与绝金刺激的抢击大战 拿到了常规赛联盟第一 也终于入选了全明星 弥补了曾经的遗憾 他感恩辉熊 也怀念孟菲斯 于是趟他意识到 今年季后在首轮对手将会是辉熊时 他倍感兴奋 却也五味杂陈 就像离家多年 一锦还乡的雪子那样 麦克康里 只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于是首场比赛 他拿下22加11 最后是个险些主队翻盘 第二场 康里得分依旧稳定 送出15个助攻 刷新生涯记录 颁平了总比分 或许 这样的表现 是康里给老动家灰熊 最好的致敬 我相信 这轮系列赛 康里会逼出最强的自己 而当他行将退役 他的球衣 也必定会飘扬在 孟菲斯的上空 得平凡 感谢观看